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为了辅助组麦克风的 用专业的话来讲就是降噪麦克风 大家听名字就知道了 是为了降低噪音用的 因为我们在通话的过程中 不管是自己的声音还是外界的声音 都会通过组麦克风传播出去 影响通话质量 有了这个技术的设计 它就能根据声音的强弱做出相应的处理 第三 为什么两个麦克风不会放在一起呢 其实如果接受的通话声音和外界噪音都一样 就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分辨达到降噪的效果了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所以简单一点 一个负责传播声音 一个呢是对这一个声音进行保护 不让外界其他的声音干扰 那我们手机使用久了之后呢 这些小孔就容易堆清灰尘 那么应该如何清理呢 下面当然分享一招 我们是要拿出塑料瓶的上半部分 我们呢将它稍微稍微用筷子 给它捅住一个尖角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拿出吹风机 我们将它放在吹风机的尾部 然后就可以打开吹风机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清洁了 这样子呢就可以当作一个简单的吸尘器来使用 可以将我们手机上面小孔呢清洁的非常干净啊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试一试 看完视频 现在大家知道手机底部的这个小孔 有什么作用了吧 学会话可以把转发的变像素 却这样满多人 我们每天都是我们的手小毛装 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